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這個星期一的時候 約莫三十隻藍絲衝上深水埗區議員 李文浩和劉家衡聯合辦事處抗議 這群藍絲手持木棍和標語 整群人湧濟在辦事處門口叫囂 期間還有人襲擊辦事處裏頭的議員和職員 兩名議員都有受傷 後來整群人就了手散 當然不會拘捕三十人 仍然是有人逍遙法外 但到了今早早 警察手持法庭所頒發的搜查令 上到劉家衡議員的女朋友家裡搜屋 以及要將他逮捕 到底發生甚麼事 劉家衡估計 當日他的女朋友曾經向地上潑票白水 因為要洗地 並且要求那群藍絲離開 他懷疑當時有些藍絲被這個票白水淺倒 因此他估計 他女朋友被逮捕和匕首屋 就是和潑票白水有關 這個真是不知甚麼法治社會 就算和這件事有關 你拘捕他便拘捕他 為何要向法庭申請搜查令 要搜屋 搜甚麼請問 那個事發地點 又是在議員辦事處那裏 又不是在他的屋子那裏 而且票白水算是甚麼請問 搜屋那麼嚴重 法庭又不知道是有甚麼準則 當然現在只不過是劉家恆議員的估計 實情是怎樣 警察就麻煩你公佈 為何你要搜這個人間屋 是不是肆意搜屋 而法庭似乎對於警方申請搜查令 亦都是來者不拒 是又批不是又批 到底這個潑票白水事件 和他的屋子有甚麼關係 你在他的屋子那裏搜查甚麼 請問票白水是危險品 你說槍械那些沒得好說 這個潑票白水你又要走去搜屋 到底搜甚麼 這是甚麼法治社會 這是否牽涉到濫權 所以有些人還說 香港法治制度還是有險可守 發他睡覺 正如黃之鋒說 香港法治已經死了 還要死了很久 真是虧你特區政府的廢官容官 以及警察部 三不五時就出來罵市民說破壞法治 市民是不能破壞法治的 市民如果是有干犯了違法行為 你可以將他合法逮捕 你可以將他公平審訊 但就不是這樣申請搜查令 這件事甚麼潑票白水 無料刀極 都可以申請搜查令去搜屋 你說這是甚麼法治社會 哪一個才是真正破壞法治的元兇 請問 整班警察就懂得濫權濫捕濫告濫用司法系統 好了 這個司法機構又不做好把關的工作 這些叫做法治社會 這些叫做有險可守 是不是笑死人 還有 這班人根本就是借一個法治之名 就是行獨裁之實 剝奪人民的自由 請問這些是甚麼案件 錢票白水要搜屋 最好一件事 三十個藍絲走上去踩場 你現在抓了幾個 蛤 抓了三個 另外二十七個 蛤 有些是破壞閉路電視 有些是手持木棍在門口揮舞 喂 這些抓了沒有請問 蛤 就是你所說的法治社會 這些是不是 還有 在上星期六 警察就突擊搜查了全港多個地點 先後就拘捕了十七人 即是所謂的大搜捕行動 警察就起訴了其中六名男女 一些罪名 其中一名女被告就是入境處職員 你拘捕就拘捕 拘捕的時候 當然你要使得這班被告要有公平審訊的權利才行 你說法治社會 但到了上庭那天 有兩名被告竟然要留院治療 未能上庭 需要押後應訊 到底這兩名被告發生了甚麼事 其中一名被告就是被捕期間受傷 身體骨折 到底是發生了甚麼事 你上門拘捕的人 這些大搜捕行動全部是 是不是 你上門拘捕的時候 為什麼被告會骨折 是不是你真的想屈打成招 還是怎樣 還是還沒拘捕到警察的時候 已經將他拘捕了一身 其中發生了甚麼事 而且根據報導所說 有一名被告聲稱 在警員的威逼之下錄取口供 有警察威脅他 會搞他的女朋友 還說同案的其他被告被人打得很慘 你是不是想試試 又不讓他見這個律師 所以被告在不情願的情況下 交出了手機和大廈的出入口密碼 這些就是公平審訊 這些就是法治社會 所以很難怪為何會有人前輔後繼 走到去打那個所謂國際戰線 走到去美國 要求美國當局對於這些警察 作出制裁 是很難怪別人這樣做的 因為你在香港目前這個制度下 根本上對於這些警察的權力 就是毫無制衡 虧你林鄭還好意思走出來大言不慘 就說不同意有一種說法 說行政長官縱容警察干犯一些違法的行為 我想請問你到底有沒有對於那些人的投訴 做出任何調查 蛤?為什麼會骨折? 有沒有對於這些人脅迫 下口供的時候 有沒有查清楚這些 有什麼事 就經常會叫人去這個警察投訴貨 作出投訴 這個警察投訴貨就是廢的 自己人查自己人 官官相衛警警相衛 查不出個所而言來 好了 然後還說不要緊 還有一個獨立的監警會 監警會就是一個無牙老虎 他本身就不具備一個調查的能力 而且這個監警會好像是什麼樣子呢? 全部人根本不是監警 而是撐警 監警會 整班警察進去就去慎恨自己 有多辛苦 完全沒有發揮監管的作用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到美國那裡 要求當局 對於你這班淺踏人權的官員和警察 啟動制裁機制就是這樣 根據最新的消息所說 美國國務院已經發表了年度的人權實踐報告 在這份報告裡 有相當部分都提及到香港的狀況 美方評擊香港警察隨意拘捕示威者 以暴力對付和平示威者和被捕人士 破壞市民和平集會的自由 也有提及到取消議員和候選人資格等侵害人權的問題 而且這份報告中 也詳細記錄了新屋嶺事件 721事件 831事件 和其他警暴的行徑 是描繪得相當完整的 更加有提及到連登討論區遭到網路攻擊 涉嫌影響了網絡的自由 所以見到當局一直都有致力地搜集 警暴侵害人權自由的實況 這件事當然是對於接下來 在4月份的時候 關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年度報告 打下了一個強心針 實情大家可以看看這份報告的文本 美國對於香港的局勢 可謂療如指掌 而且不少細節都巨勢無遺 可以預計 接下來在美國香港政策法 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年度報告當中 裏頭所寫的東西一定是非常辣的 沒有理由跟這份人權實踐報告的方向背道而馳 因為別人都寫得很清楚 香港警察就是有侵害人權 而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制裁機制當中 就是要對於侵害人權和打壓民主、拖延民主、蠶食一國兩制的人 作出制裁 根據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譚文豪所說 他在訪美期間已經了解過 到底如何才能啟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制裁機制 有甚麼要求 美方的官員告訴他 包括非法跨境罪犯移交、禁錮、酷刑等等 都是屬於可制裁的範圍 譚文豪說 721事件、831事件都有具體證據的事件 他建議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以及相關指揮官 列入第一輪的制裁名單當中 並且希望美方盡快啟動這個制裁機制 故此其實譚文豪也有提供過一個初步的名單 就是給美國政府方面 讓他去考慮 到底今次的這份年度報告 會有甚麼具體內容呢? 根據梁繼昌向美國官員作出的初步了解 今次的報告的形式 就跟過去的不同 除了觀察過去一年 香港的人權和高度自治的情況以外 也很有可能列出對於香港未來的期望 例如要做到甚麼條件 才會對香港延長所謂的認證 他就認為 這個改動是要令特區政府和北京知道 應該怎樣處理香港問題 才可以符合得到美方認證的條件 這個絕對是好事 別人將所有要求都寫出來 你做到便做 做不到便不符合認證 可能會將獨立關稅區移除 將你視為中國其中一個城市 所以這份年度報告 絕對是值得大家去期望的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